路边好几人在跟远警咆哮 结果最后被警察赶上多元计程车 只是拜托车子都开走了 黑衣人却摇下车窗 飙骂这句话 飙骂 三字经脱口而出 这要远警怎么可以接受 一群警察追上去 把多元计程车团团包围 要里面的四人说清楚 这样明白 把人给压制在地 这下通通都得要回派出所了 其实一开始在现场是有两波的冲突 一开始是先有两人在这边抢搭计程车 发生口角被警方带回 结果他们的朋友又呈口舌之快 标骂远警遭到法办 事发在28号的清晨6点多 新门市板桥前柜KTV门口 一开始是潘姓男子搭计程车时 不满被其他人指责抢搭车 出拳K了对方 两边都被警察带走 结果他的朋友留在现场 偏偏搭车时怒骂远警 这下涉嫌妨害公务 12名快打警力追了50公尺 把车拦下 但他们的情绪还是相当激动 在场四人全部被带回警局 而实际成为现场 这边是设有计程车的排班区 从晚上11点到早上6点 偶尔会有唱歌散场的民众 为了抢搭计程车而起冲突 但警局在现场也有编排勤务 晚上10点开始守望 一直到早上6点 这回警方发现纠纷后 立刻呼叫快打支援 因此在短时间内 才有优势警力可以控制现场 TVN新闻采讯吴欣燕 新辈士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